李云迪绯闻女友发文《善恶终友报》天道好轮回 还转发了李云迪涉黄被捕的新闻 网友纷纷点赞 看热闹 原来早在2008年时 李云迪被拍到与这位绯闻女友彭丹一起共进晚餐 因此传出了绯闻 但是李云迪的回应真的是令人哭笑不得 直接怒斥媒体 为什么把我和中年妇女扯在一起 还暗指这件事彭丹故意爆料给媒体 想借此活一把 但是对于此事彭丹当时只是大方回应 只是误会 可能当时是位于李云迪的市里 所以没有大张旗鼓 但是到如今李云迪已经跌下神坛 也怪不得人家要上来踩你一脚 谁让你说话这么没分寸 而郑主李云迪因涉黄被抓这件事 其实也不是第一次发生了 有知情人士爆料 在2021年上半年时 李云迪也曾因为嫖娼被抓 这次是二进攻 但对嫖娼的事实公认不讳 李云迪当年在德国汉诺威 戏剧音乐学院留学的时候 感情生活就很丰富 同学们对她的印象很不好 由此可见 本性如此 即便再大的名气和处罚 也不能使她有所收敛 还是希望艺人们能够解身自好吧 好 好